今天就有兩個講題,一個就是《荷花》 那你現在說一說,你看看這些作品 有沒有拍到我現在給你們的要求 那你就知道下年要怎樣做 那這段影片你保留在下年的《荷花季節》出的時間 看了一次去拍,一定會拍得好些的 那另一個就是上次講蘇漢芳女士的作品 我發現他有一輯很漂亮的技巧粗 穩栗粗那些作品,有20多張 所以我這次再拿到穩栗粗給大家欣賞 《荷花》我相信每一個初學攝影的人都會去拍 花鳥松魚這些是小品來說,影的荷花是最熱門的 因為荷花太美了,在這麼多花品之中 它的線條優美,色彩又很突出 很容易變得你那些角畫手法的 那如果一個初學者說影的荷花呢 很多時候發給你大忌,就是鏡頭不夠 就是歪的頭 影的荷花呢 其實呢,你看清楚別人的那些荷花作品 多數呢,就不會拍到整大的荷桃的 都有個別論呢 個別論,我這裡有幾張呢 是大的荷桃給你,而那個大景呢 都有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呢,如果說那些荷花的作品呢 你想突出呢,很多時候呢 只是拍幾多塊的 有時候一舉兩舉三舉一舉九 那要拍到那個深度,你拍荷花呢 我們不要一個平面 盡量拍到那個深度呢 那些作品比較漂亮 如果一個腳頭呢 盡量用70至 土朵的影法,70至300、400 如果你想再突出背景 如果你說想呢,那些背景呢 突出一些呢 你就一定呢,考慮要做這個 叫做波波鏡 一波波鏡呢 將那個背景 和那個主體呢 是分離得很突出的 所以呢,就會令到主體是更加漂亮 加上現在太陽光的時間 那個波波鏡呢 就有些波波效果 就算沒有波波效果 你都可以將那些 那些荷花前景、中景、演景 是分離得好好的 那這個荷花呢 我覺得呢 最重要一點呢 就是我們拍荷花 盡量能夠拍到那個什麼 花蕊 黃色的那個花蕊 所以你說平角度呢 很多時候呢 那些荷堂呢 那些荷堂呢 平角度呢 你就看不到花蕊 有幾個地方 在國內呢 香港都有的 很多地方有荷堂 因為荷堂的地方 給你拍攝荷花的 那我建議大家呢 多些用高角度 好像荔枝公園呢 有些橋頂拍下去 有些橋頂拍下去 一定有高位拍下去 那你就容易看到花蕊 還有呢 還有呢 現在最熱門的 佛山界公園 大家都知道 那漂亮的是什麼 煙霧荷花 每五分鐘左右 停一停一停一停 再放個煙霧 哇 很漂亮很漂亮 想當年 沒有這個煙霧荷花之前呢 我帶去荷花團呢 我都會怎樣 帶點煙餅去 當然帶煙餅 你不是到荷堂 可以燒得煙餅的 因為你不熟悉 就被人本人扭 是不是 你放煙 放煙 不行的 所以你不要說 放煙啊 抓你的 是不是 不行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呢 跟東莞呢 跟鳳鎮呢 東莞那裡呢 三政那間酒店那裡 整個荷花橋很多 那裡 我們那時候呢 帶團去 就去荷亞拍攝 我又認識那些書記啊 那些 於是呢 他們會 去荷花 除了荷堂之外 就進去他們 早上會進去荷花基地拍攝 第一張給大家看一下 這張不是手印突出的 但是其他人看起來越來越漂亮 那拍到荷花呢 我們一般呢 就拍盛放的就是最好 盛放之中呢 當然啊 如果一對呢 加一個荷葉呢 啊 你就已經拍到一些 啊 我覺得荷花 最重要是你拍些葉 那些葉的線條 你表現那些葉的線條 不是只顧著荷花 不是只顧著荷花 葉的線條是很幫助 那個荷花的 香聲和荷花的關係 啊 我們經常 中文 就是我們的古書又說 花要有情葉有意 相得益彰 啊 啊 某單水口都要綠葉扶持 啊 所以整個綠葉之外呢 你有看過荷葉的那些文理 也拍到的文理 山芳石成文理 是很幫助你的荷花做法的 或者那些荷葉那些 那些荷葉的線條 上面有一個蓮鳳 一個大荷花打開一個蓮鳳 啊 那有好的 又沒有丟借的 是吧 那是不是有襯塔比較好的 或者兩朵荷花 三朵荷花 那所以呢 其實荷花呢 多數都要用 長鏡一點的東西 二百四百啊 啊 波波鏡啊 十一千啊 那這個景深呢 容易脫離 還有 拍荷花季節最好就是 當然下天的盛況 最好呢 五點鐘呢 早上天未光 你就要河頭 有很多河頭 因為那個一鐘頭 太陽未出 那油光之中呢 那些荷花呢 是很容易得到它的浪漫之處 還有就是 太陽剛剛第一次光 小小金剛已經夠了 啊 我們拍這些荷花呢 一般來拍到呢 九點多鐘 我們收工了 太陽太猛 那些荷葉呢 射到反光了 還有要記住 拍荷葉一定是 只可以用荷葉面去拍 啊 啊 如果是散射光 啊 如果你拍到背面呢 那淺綠色和新綠色呢 就被半年搶了 所以這些 你們要很重要 很重要 我們現在先說第一張 其實這個荷葉呢 還沒有太紅了 但是它勝在什麼呢 剛剛有兩隻豆糧 你看荷花市很容易見到 那些豆糧 那它在交尾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主題的 啊 背面 你用那些五百反射 就把它的背景呢 鬆蒙了 是吧 啊 甚至用一千來拍 離遠一點 啊 鬆蒙了背景 那些荷花就突出了 是吧 柔光之下 啊 啊 沒有散射光是好 適合拍照 都有陽光呢 都要微弱的陽光的時間 去拍照 好看第二張 這張也是東莞 那個荷花池影 啊 那這個大景 這張 我剛才說 就是說 很少拍大景 但是 有些是純粹例外的 啊 不可能是全部的 好像這張 那樣呢 你用這個波波鏡呢 是要人影 或者在場的鏡 因為主題是突出了 前面那幾波大 其他呢 全部背景遠離 遠離 啊 那就 就 就 放煙 而且呢 而且沒有很多 三水的時間呢 我們是靠放煙的 自己帶煙給它 少 啊 那這些大景就好看了 有些煙霧啊 沒有煙霧你就不好看了 好看 但是有些河堂呢 那些還是鎅里 有些河堂 有點鎅里 鎅里 有些河堂呢 你就用後鎅里 內生鎅 等 denn 那些 그냥里 在水裡從水裡咙 mine 就算你等不到,唯有用這個方法,封鎖 但是你知道你拍的時候,你就知道水的位置,有空間 就要你加電腦加這些,你剛剛加在那個藍色的位置 水的位置不要黏著那些荷花 你看我很多時候那張荷花,很成功 看見那個花藥,最重要我覺得已經是荷花最重要的 看見那個花藥,那我們呢,為了看見花藥 其實我帶珍團,我帶幾支魚肝 最好有三支,長的魚肝 因為你到時候在那個堂,不知道那個花是哪兒 如果花量在軟的,你就拉長的魚肝 做一個勾在那裡,做一個勾 如果他不向鏡頭的話,你把勾,你不要破壞它 勾底,勾那個狂,勾斜它 所以你看到那些,很多時候我拍到那個花心 如果你不帶勾,你又不會破壞它 你勾彎它,拍完就放回它 那你就肯定沒有那些,是拍到那個花藥,那些作品這麼漂亮 我瑞蓮也好,什麼荷花也好,我都一定要拍到那個花藥的黃色 這個是十分重要,這個是十分重要 就是一個角度,構圖與角度 那這個呢,就拉得很近,因爲呢 我要看那些荷葉,那個圓形的線條 如果再多,那個線條不漂亮,或者爛,你就不要了 那你用五百反射鏡,那些花錢雖然快沒落 但是滅落之中,它剛剛開的時間,有一個空間給花藥 出面,遠景,有蒙蒙蒙的荷花,散射光 那也都表現到這些木綠的荷花 我們曾經以前,有些影友就是這樣 我記得最少有兩個影友 就是當時,不過現在不行了 就是十幾二十年前,你用荷花,這個由性到衰的手法 去考王家F,是考得到的,是考得到的 因為人家出色了,要有新的,是不是? 但是那時候來講,那些鬼佬看到,哇,拍得那些花這麼漂亮 一定是給他,之前 忠敬都有這個,是不是立體 只有兩張平台的,平面的東西不耐看 我看一下,這張又用五百反射鏡 我就剛剛喜歡他,那些花蠻,繞一個弧形 也不黏的,所以位置只有一兩個 你走過一點就黏,你對那張就黏 所以你用這個構圖,是很有心思 看多些國畫,看多些人的作品 那你要看的時候,欣賞別人的好處 你知道別人那張作品有什麼問題 那你將來就會小翻這個床 那這張就剩在一個弧形 那些花蠻的弧形 那下地的葉也是有深度的 前景,中景,遠景 那些花蠻的弧形 那些照片,大景就有深度了 那些照片,大景就有深度了 那些照片 有前有後 那我們一般都會帶那個 湖噴水 你有個動感 就灑點水,就當下雨 那你每張照片 你如果一輯荷花作品 你有生老病死 有雨後雨打殘喉 那個詩意畫情 一輯看起來就很好看 一張如果出太陽 那些葉很青綠 很搶眼 這些五點幾六點,太陽就出影了 這張目目目目目目,前中遠景 有前中遠景,很柔化的效果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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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也是 稟字形三個花 有盛開的,有初放的 前中遠景後面黑了 中間的鮮明一點 我全部這些,很多時候都用有前有後的,是吧 不同品種,因為這張花是不同品種的,你看這花也很漂亮 不同品種的後花,雖然前面那球是擋了後面一個後花 但是這個雖然有少少缺點,但是也有剛開的,初開的,未開的,勝貨的 讓一個人生六隻死,一張就看了,是有深度 這張很誇張,用魚眼鏡拍一張河花 我想你們很少人會這樣,我這個在天橋拍錄,覺得挺好的 因為那些河月很漂亮,但是那些河月一個一個浮沸出來 然後後花,前面有勝貨,後面有雕姐,挺有儀式 那些河月很少用這些鏡頭拍照,好像那樣,每天齊整理 那些花生得好,一葉又漂亮,照用這個手法 成與衰一樣成與衰,掉了兩葉,都是一個主題 這是個痛苦一點的,還有一葉,還有一葉,這葉,還有一葉,哪一葉 前幾一葉,中一葉,遠景也有一種蒙 Change 很多品質的手法 有心度,這個河塘有心度 調一些,但是,大家看那兩個葉,那兩葉呢 那些色彩都跟平常不同,還有一個蓮蓬在那裡 也都有大支河花,和那個蓮蓬,前面一多 後面就已經開到銅尾了,前面是亂的葉初房 也有甚至衰的感覺 太陽剛出現,初出到太陽那些荷葉就很淺色,一層一層有層次的色彩 葉的色有深色有光的,前面有些綠色淨光,散射光 這張主題主要就是葉的層次豐富,色調豐富 我考慮了一部機影,所以對角,我有時候很喜歡 傳媒上的太直,那個構圖沒那麼漂亮,因為這張葉很漂亮 一咬刺的肌,那葉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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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角算不上 有時候用腳架拍攝,你也要拍攝很多照片 如果郭陽剛,這張我又很喜歡,白河真的難拍很多 那張白色很容易黏,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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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黏 你也要用五百反射,那隻紅蜻蜓是真正的 當時在那裡,手腳眼快,飛了就沒有了 如果你不是一個五百反射,你做不到的效果 前清後無無無無無 兩棵都開始衰落,加上一個清廳 已經很有畫意,還有大景 有時候我也很喜歡大景,拍得多兩腳三腳 哇,突然一個大景,直到一層一層一層,層次深度 那我又最喜歡,但當然,前面那一層的勝貨 如果前面那張沒有花,後面全部沒有花,只有一層一層有花 就是前面那一層,然後有大景,也是五百反射 很難找到這個白河,白河區,我在深圳白河區 很少會黏,黏到一個很厚的地方 而且這個是剛剛柔光的時間,太陽拉出很眉光 如果太陽拉出,你不用拍了,那些白色都撐了 柔光中間,剛剛由我陽光照到前面那兩層 那些照片都拍了很多大景的荷花 你們看的,很多時候,小品荷花會多 如果真的漂亮的大景,是不容易拍攝的 因為,你看,都是用一個方法,就是 主體一定是分離了其他的分體 這個人,主體很濕,特別毛茸茸 什麼顏色一定是很柔和,看不出來又沒有這些事 這些瑞蓮區,很多時候都有錦理的 所以,你去到荷花池呢,我們拍瑞蓮呢,就要硬一點拍 先拍好一些荷花 跟著,都是散蛇光,就拍攝瑞蓮 等一些錦影出來,是吧? 雖然呢,又要找些東西整齊的,都充滿了在那裡 原來這兩隻,淺綠色的那兩棵呢,其實是影響了一些 但是,因為後面呢,又不是說得好 這棵呢,其實是什麼呢? 前面的一個盆栽 幾個盆栽,不是前面的 這幾個盆栽,我是荷花基地認的 我把這個盆栽呢,如果你泡一個盆栽 你沒有可能拍到這個效果 它有個深度去擺很多盆栽 但是擺其中,其實只有一個位置去拍 那個主體,走過左邊,就黏了左邊 你走過,那個花 你移到右邊,又很容易黏這個 那個,右邊的那隻花,其他的側花 高小角度,其他的花不會黏的 那把幾個盆栽,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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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這樣,是滴出來的 其實放些煙的 所以後面呢,是白的 有些煙霧放的,放些少少煙打進去 我們現在放些少煙,我們小心點 那些芯片很大 但這張表現手法不同,後面有些青綠的東西 有前景,有前景,有前景,有中景,面景 那就會好,因為我們又不可以剪了別人的花 可以的,有些人真的覺得很漂亮,拍完之後剪了,不讓大國演 建國有一個三角勢的蓮蓬,其實這張照片可以不要 不過這張照片,拍完就放了 在河塘之中,有時都要發覺在這些小品牌 這個蜻蜓,這張照片很簡單,就是紅色的蜻蜓 兩塊河葉,不用多東西,不一定要拍河花 河葉的線條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主題,一個有放射性 它不只是其中一般來說,那些河葉不是很漂亮 所以你拍到這個心,那個河葉的圓形 中間的心,那個線條你看到就很漂亮,很舒服 下一張,雕謝的綠花 如果不是有豆糧在那裡作一樣,我們未必拍這張 不好意思,這張就是表現的豆糧 我們要帶著水壺去的,這張 預備!一二三,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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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撕下來 那要用水,你就用不同的塊圓影 這些品牌很漂亮,和你平時看的荷花品種是不同的 因為荷花基地裏有三百多種荷花品種 會員要展示,有些荷花接的東西 有一盆盆拿出去展示,在一個荷堂區 所以很值得去 這張荷葉,荷花我們應該比較厚 主要是因為有兩隻蜜蜂在那裡 荷葉不是那麼重要 主體是蜜蜂,你可以弄爆一點 蜜蜂有光,有微光 如果蜜蜂太大,蜜蜂會越小 這些新人有像荷花,我經常都說他們 蜜蜂很漂亮,你不是把荷花全部賺光 整個畫面只賺一個荷花 很多人一盆一盆一盆的荷花 我有什麼用? 都拍不到葉,拍不到葉和花的關係 賺爆荷花 不懂得看,花很漂亮 蜜蜂說沒有心道 花有情,葉有意 花和葉的關係是荷花的作品 我們會帶團去佛山崖公園 現在有煙霧荷花 可惜我拍得很少 因為我做指導有很多工作 所以我沒有帶相機 沒有帶相機 我又要去逢簡拍龍舟各方面 然後要安排 你不可能要自己拍照 你要一定要電影拍照 要交給他們拍照 以氣氛 當天 煙霧荷花 煙霧而出來了 太陽剛剛射到有光 嘩 沒得住 這張也是 這些殺那間的光 十分鐘內 升到高了就沒有了 掌握了十分鐘之內 你要學這些 時間很重要的白說 天使地利人王 很重要 再給我一張大將 大警察拍一下 這個時間其實已經乾了 拍完這些我們已經可以吃早餐 不用再拍了 接著呢 介紹蘇幸芳有二十幾張 絲帶帽 拍絲帶帽呢 很多人可能會去 去體育館拍過 但是呢 那些館是很雜亂 你想拍得好是不容易的 這次呢就是什麼呢 東南亞運動會 亞洲運動好像在廣州 在廣州 那她 蘇女士呢 就拿了一些高位 高位射下去 高位就瞄陷了 那樣砲下去 那個地板 傳達到一個單式 一個單式 形成一張照片 那些白底 畫面是很簡潔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如果後面呢 又有人啊 或者有些線條 啡色那些就 張照片沒有用了 整個白底已經很厲害 黑的 有黑的 有藍的 有黃衣 你就突出了他們的線條 尤其是這些運動員 一定是國家級的 就是參加這個亞運會 有什麼呢 你一定是很高級的 她的姿勢一定 她就很漂亮 是吧 所以你拿到 這個一定是拿到 最佳位置 她的線條 捕捉她的線條 尤其是 就靠絲體做出來 還有人的體型 身形做出來 這些照片 可而不可求 你很難得 有這麼漂亮的姿勢 因為她們都是國家級 每一個動作 她都會有優美的感覺 你看全部畫些很簡潔的東西 一個人的姿態 那條絲體的姿勢 她就丟了 這個人是把絲帶丟了 所以她的手沒有東西 但是絲帶都一定要拍出來 是吧 剛剛好 那個畫面是沒有 但是浪費的畫面 我們拍照就是這樣 要浪費回來才知道 不是一掌又恢復 姿勢一字馬 多漂亮 是靈魂一字馬 全靠絲帶的線條 跟人的造就那三個型頭 很難得有這麼多張 一輯過的絲帶模 是這麼漂亮的 不同的建議 這裏一定要賺到畫面很爆 爆之中有少少空間就夠了 四邊 不用多 活靈活熱 活靈活熱 他們的技術 技巧 活靈活熱 表現出來 每一張絲帶 出來 那個構圖都看不到 每個人的姿勢都建議 姿勢 我都這麼優美 有辦法 不應該高質素的作法 是吧 是領胸 領胸一個後空翻 加上一個 一腳呢 是一字馬 難 這個不是領胸的 這個手撐著的 但是很難度高 你見到動作很流度高 那些絲帶一定不要貼了人 一貼腳這張照片沒有用 貼哪裏都沒有 那腳進去 一字馬 有上海一字馬 不然 我會示範在這裏 這個 你記得 是沒有構圖簡潔 但是 質素高 有畫面有明